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以前董建華經常都說 中國好,香港好 但是他就是講話講一半 下一句他有沒有告訴你 就是中國死,香港亦都死 近年不單止香港人的質素 是大灣區化 例如阿Q精神 你看看汪先生就知道,明明自己輸了 他仍然說沒事的,沒事的 總之有租客就不會輸 這些就是阿Q精神 甚至現在香港的樓價也會大灣區化 那香港樓價大灣區化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香港樓價還要下跌 跌至跟深圳看齊為止 今次樓價這樣下跌,何時才是到底呢? 未知的,因為現在香港樓市下跌 大陸樓市亦都在下跌 稍後我嘗試了一個圖表 跟大家猜一猜 究竟香港樓價跌至多少才會停 所以今集的內容都非常精彩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請幫忙訂閱 請讚好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頂一頂廣告 多謝大家 先說香港人的質素 先大灣區化 我今天和昨天出了兩條影片 已經提到這個女人下來 博大帽投訴 在留言區,有一些觀眾 問我是否中國人 又問我 你父母也是在中國下來 為何我要歧視這個女人呢? 又說這個女人很可憐 為何你還要這樣說呢? 既然有觀眾這樣問 我跟她惡報歷史 我媽媽是1922年 由中國來到香港 而我爺爺和我爸爸 就1946年 即是大陸易守之前 下來香港 我媽媽和我爸爸 下來的國家 叫做中華民國 現在還在,不過搬到台灣 而這個李小姐 由中國移民來香港的時候 她的國家 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兩個國家 一個叫做中華民國 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大家去尋根 如果你問我爸媽 你們是甚麼人 我只告訴你 我爸媽是中華民國的人 因為我爸媽出生的時候 那個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他們兩個一定是中華民國的人 而他們兩個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就是要逃避這個共產黨的魔像 坦白說一定是 好了 到了我這一代點 我出生的時候 我是在英國殖民地的 後來為什麼會變成這個特區 大家都知道 歷史我不說了 那我為什麼要來英國呢 又是要逃避這個共產黨的魔像 所以大家 你們不認識歷史 就不要一句問你是否中國人 我就告訴你 我不是中國人 因為我出生的時候 我是英國殖民地 好了 到我爸媽 都不是你們所說的中國 我們說的中國 叫做中華民國 就不是你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兩個國家 你要認清楚 即是你們不要說 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是你 或一個中國 我沒有承認過一個中國 我也不需要承認一個中國 是共產黨1949年的時候 你只會去打台灣 滅蔣蔣介石 你就可以統一到中國 你現在還未統一中國 你吵什麼 只有一個中國 明明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事實 所以那些藍絲和小粉紅 就不要再問我了 問我是否中國人 問我爸媽是否中國人 我爸媽是中華民國的人 記住 那些小粉紅和藍絲 亦都是一個阿Q精神的體現 明明的事實放在這裡 就自己自我安慰了 好像汪先生那樣 明明就輸了錢 他仍然阿Q精神 我沒有輸到 其實汪先生的樣子 都挺像這個Q太郎 其實香港都沒有 因為香港 來了百多萬人 這是由大陸來的 而且香港政府 亦都加速香港 向大灣區化 所以你看他從這個教育 這個政治體 其實香港人民 未來都會和大灣區看齊 學校出來 教育出來的 一定是變為小粉紅 先說回香港 樓價大灣區化 最近這個中國大好友 就是大摩前亞洲區的主席 羅奇說 香港已死 他死的原因 就是香港的政治環境 就令到香港 跟以前的香港不同了 這句我經常都說 舊的香港真的已經死了 大家不要以為 就像以前一樣 買房子回來 丟幾年就可以賺到錢 現在是不行的 你買房子回來 丟幾年是輸錢的 而謝偉俊 都看到有一個重點 就是 香港政府經常聽小紅書說話 所以他就說 現在管治香港的 就是小紅書 就不是香港人了 小紅書也提出 香港已經成為國際金融為止 這個字不是香港人改的 是上面小紅書的人改的 這個字引起了香港政府的神經 很多議員出來反駁 香港不是的 香港不是的 金融中心為止 從這件事 我們可以看到 上面大陸的文化 或者索安的花命 對香港政府 和香港政界的人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我們看看中原城 在2021年8月最高位 看到191.34點 最新的指數 已經回落到145.12點 累計的跌幅有24.2% 所以現在很多代理的地產商 都希望這個財產 在今個月美國財政預算案 全面撤欄 希望刺激到成交量 以及更多人 來香港投資買樓 我們看看大灣區的樓價 以及香港樓價 現在香港的樓價 不包括這個居住 大約是13,200元一呎 最高風格時 大約是17,000元一呎 如果這個價錢比起 大灣區已經跑贏了很多 大家看看深圳 深圳只有5,000元 如果香港要跌到深圳 5,000多元的價錢 即是香港還要下跌 約61% 才可以拍得住深圳的價錢 如果香港樓的赤價 由13,000多 跌到5,000元 即是換句話 CCL就會跌到55點 所以如果大家同意 香港和深圳 最後都會統合樓價 或者香港的樓價 最後都會和大灣區看齊 即是換句話說 現在還有61%跌 有些業主就會問 為何一定要香港跌 來追平深圳樓價 不是深圳樓價升 追回香港樓價上來呢 如果問得這個問題的人 簡直是一個阿Q精神 大家看看兩地的經濟便知道 深圳經濟好些 還是香港經濟好些 其實兩個都死的 一定是深圳 深圳大家都看過 有一段影片 我早應該一個月推出過 一到晚上 那些店鋪收了 就通街都有一些樓樓巷 躺在這裏 當時我一段影片出的時候 很多小粉紅的男士 進來 就說我撒謊 就說他們在上面住的 明明那些店鋪 就開到11、12點了 都不見樓樓巷 所以我叫他們 兩、三點 你自己走樓下 你自己拍一些場景給我看 然後就沒有人出聲了 現在大陸的失業率 差不多到達50% 是他們的人是不相信的 因為大陸的失業率 怎樣算 在一個月內 你有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你都不算失業 如果根據香港的失業標準 大陸已經有50%的人 失業了 香港的失業率 大約是2、3% 沒有大陸那麼誇張 所以說 雖然香港的經濟不好 但是各項數據 都比這個大陸好很多 所以香港未來 是大灣區法的樓價 一定是香港的樓價向下 就不是大陸有什麼好東西 就向上 大家記住 香港樓價這樣下跌法 我們可以叫它急速下跌 不只是影響了香港業主 是香港全行都有問題 為什麼 你樓價一跌 你地產代理有沒有工作 然後裝修有沒有工作 然後你搬家公司有沒有工作 然後零售有沒有工作 即是一連串地影響了整個經濟 香港亦都好了 公務員只有十多萬 但如果是政府機構加起來 我估計大約有70萬人 就在這個相關機構做的 那這群人就沒有失業 或者減薪的問題 所以這群人的消費力仍然在 所以香港你說怎樣死好 他就不會像大陸一樣死的 始終有這群人頂住 香港經濟都有一定的實力 至於你說不在香港政府體系裡面 做的人怎樣 那些人就慘了 你看看那些Ibanker 你又被人裁員就裁出來 其他民員就可能被政府輸入了 勞官又代替了 如果你不在政府機制裡面做 其實是很慘的 這個情況是跟大陸一模一樣的 大陸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去做公務員呢 因為做公務員在裡面的機制裡 你有很多權力的 就算做一個小小的城管 你除了一份量之外 你還有很多貪污的一元素 你可以賺到錢的 所以你有權就有錢的大陸 現在社會上流行一句說話 我覺得很對的 是說些什麼 現在窮的是中國人 不是中共人 大家要分開中國和中共 中共人在裡面的體制是有錢的 是中國人窮的 所以將來香港也是一樣的 即是 生活環境比較差 或者窮的 也都是香港人 就不是香港政府體系的人了 大家就要分開了 我今集的流行 只是環繞著香港的樓價 將會和大灣區的體制來講 我沒有講到其他因素 我連其他因素都沒有講 再加上香港的樓價將會大灣區化 大家會看到未來的樓價是怎樣 一定沒有運行 所以我經常叫大家 盡快買樓 保持現金在手 大家如果不聽 其實今年年底 又是一般哭喪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周圍